李雪芹一句话成功打入德云山内部 2021年在《欢乐喜剧人》中 节目组要求参赛选手前往沈阳 可问题是飞机上只有五个位置 而嘉宾加起来共有七位 这也就意味着 其中两个人要坐高铁到沈阳 在投票环节中 秦潇贤不幸成为了幸运儿之一 按照节目组的规定 秦潇贤还需要再点一个人 来陪伴自己一起坐高铁 这样的好事自然是没几个人愿意自见 可就在秦潇贤左右为难之时 李雪芹的一句话 帮他成功解决了燃眉之急 经此一事后 两人的关系也逐渐升温 甚至还隐约可见粉红泡泡 不仅和秦潇贤关系好 卢云平对待李雪芹 也有着哥哥对待妹妹的情感 谈了好几年的核桃 说给就给 一点也不带犹豫的 我们那个助理小哥呢 对 我这核桃在包里 我怎么给人留下钱 你别给我了 还多长时间了 还三年了 不仅德音社弟子宠着他 连郭德纲对李雪芹 都赞叹有加 一口一个儿媳妇 你觉得外面晒吗 不晒 不用了 走吧 慢点儿媳妇 拜拜 郭德纲对待李雪芹 甭提有多亲切了 而这也是李雪芹想要看到的 毕竟他打入德音社的目的 就是为了解决自己的人生大事 不知道我来之前啊 我妈说 就行 把握住这次机会 德音社全是男的 单身居多 回来 我看视频有排面啊 一车男演员 坐得满满当当的来接我呀 这么多人 对 我拉开车门一看 只有一个孙岳老师 然个李雪芹 怎么也想不到的是 德音社光棍弟子是多 但个个都能让人临近崩溃 尤其是孟和唐 MC小孟为你带来一首 劲爆的舞曲 给我一个酸菜的缸 烟头悲伤 去藏当 可偏偏孟和唐这副浪子模样 正是最吸引李雪芹的一个地方 在节目中 他曾多次喊话 询问孟和唐和他之间 到底有没有爱情 我俩不能有爱情吗 我拒绝 而在表演脱口秀时 孟和唐也经常会提起李雪芹 我作为一个相声演员 我站这说脱口秀 这叫欺师灭祖 学芹说没事哥 有好处 这个说脱口秀 挣的钱 不用俩人分 两人这副相爱相杀的模样 其实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一双鞋让李雪芹和孟和唐结缘 打开摄像头 怼着我脸就拍 大家好 我是李雪芹 这是孟和唐 刚才踩我鞋了 他答应我再给我买一双 交朋友现在需要证据了吗 现在我一出去 人一问 你跟雪芹咋认识 我都不好意思跟人说 咋认识的呀 哥当年一十足 交了个朋友 看到李雪芹这副自来熟的模样 孟和唐直接抛弃了心中 那点谨慎的怜悯之心 当时在后台 孟和唐踩到李雪芹时 急忙就要张口道歉 时至对方直接讹上了他 而这样不愉快的相遇 也注定了两人在节目中 不会擦出什么粉红泡泡 我也想演爱情 你瞅我干什么 不光在节目中调侃李雪芹 私下李堂主也常常给他下套子 哎呀 没想到双十一不花一分钱 就盘下了阿里巴巴的李雪芹 居然会栽在孟和唐的手中 难怪有不少观众都说 德云社的角儿们都是把钱当命的主 别的没有 就是报复新墙 而李雪芹说是德云社的团宠 但处处都要被对两句 这样下去还怎么找男朋友 玩得来的全是兄弟 不过话又说回来 李雪芹在脱口秀键 明明也是个不能惹的主 怎么到了相声演员这里 就常常聚于下风呢 脱口秀和相声到底有什么区别 知道的小伙伴别忘了科普一下 长安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